大陸和香港的民眾表示 瞭解到中共是導致中國災難重重的根源 聲明退出中共各級組織 一起來看這一期的退黨競選 趙金平、劉桂花說 感謝法輪功朋友的耐心講解 我們明白了導致中國災難重重的根源 就是中國共產黨這個邪靈惡鬼 小時候被迫加入過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及少先隊組織 今天能有機會退出這個邪黨的附屬組織 我們非常高興 在此特別聲明 香港的黃庭說 聽爺爺說過 文革時砸佛像鬼寺廟 明白共產邪黨的壞 大陸的時候 因為掛過紅領巾 所以聲明退出少先隊